Hi 最近看到了双头乌龟 我表示很想养一只 我查了一下DNA在复制时会有小概率出现错误 我们身上也会有错误 关键是要看错在哪里 双头乌龟应该是错在了头上 而且比较稀有 且它们的寿命不长 尤其是在野外 遇到危险无法缩进龟壳避险 不过人工饲养下成活率要高很多 目前已知寿命最长的双头龟在瑞士 名字叫做亚努斯 1997年出生 到现在已经25岁 国内呢 马上要迎来乌龟大量破壳的季节 希望到时候能遇到一只 因为我的确很想挑战一下 不过这种龟价格没有定数 遇不到买家就一文不值 遇到了又可能坐地起价 大家也帮我留意一下吧